善恶有厌 我所亲自经历的两件县市县报 那是2007年左右 我所在单位的车要去另一地方出差 我们的单位有两个条形椅子没人要 我就想把它们一起拉着送给顺路的岳父家里 他家在农村,家庭环境比较困难 同时单位还有些缴铁和其他的铁料 我想他们家也能用上 单位领导也不会说啥 我媳妇听说后很高兴就要了些柴油 我就一起拉着给送到了他家 送去后我岳父和大舅哥很高兴 说这些东西都能用上 当时办得挺顺利 我也没多想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 也就是元旦前后吧 突然岳母给媳妇打电话说 家里的年猪突然死了 折算一下赔了1500元钱 我当时吃了一惊 猛然就想起了给他们家送东西的事 拿单位的东西送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失德吗 大概一算计 当时给他们送的东西也差不多1500元钱 限市限报 还好是损失点钱 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借机会拿单位东西送给他们了 第二件事也就是大约半个月前 爸爸妈妈在街上溜达 走到公交站点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手机 捡起来一看是个高档的手机 好像得值3000到4000元钱 当时妈妈爸爸都没想要这手机 就想等打电话来了就还给人家 他们就穿过马路往回走 在路对面的宾馆门口又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包 捡起来一看里面有4000多元钱 里面还有身份证等一些东西 这时爸爸就要把东西私吞了 妈妈不同意 妈妈是修炼大法的 但是拧不过爸爸 就这样把东西都拿回家了 不一会儿丢手机的人来电话了 把手机还给了人家 钱被爸爸私吞了 他把钱包又给丢在了宾馆门口 大约一周后 爸爸感觉颈椎不太舒服 就去医院检查 说是血液循环不好 就开了点活血的药 吃了一天挺见效 第二天就开始便血 原来是老痔疮犯了 这次特别严重 便只好住院手术 手术费需要四五千块钱 这之前一直没告诉我 手术的前一天 我没事给他们打电话 爸爸才说了要手术的事 我赶去护理他几天 妈妈在这时将捡钱包的事告诉我了 我恍然大悟 在此将此事写出来 意在告诉世人 有德有失 善恶有报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世间绝没有偶然的事情 只是来早与来迟 塞翁施马 因之非福 爸爸却因此事 而开始跟妈妈学大法了 也许是因为身体原因 也许是知道了因果 不管怎样 这结局却是最好的了吧 我许是因为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那我认为了